戴上頭盔 這些影片只能記錄我們遊樂日常 還是專業介紹 請留意吧 我現在就在兩條城門隧道的中間 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身於這個大圍 這次又是用半天的時間去行山 走哪裏呢 就是由大圍走去潑城門水塘 途中就會經過城門隧道和城門峽 這條路線呢 就有個孔子 有孔子叫做鐵索迷城 又叫做雙城峽 聽過名字 都蠻駕駛的 這條路線就不是很久 只要走兩個小時就什麼都搞定了 現在就可以開始了 其實這次和上次一樣也是我自己一個去走的 那為什麼又是自己一個呢 那就是不外的兩個原因 就是我和我老婆都沒有來過這條路線的 那我就不知道 是不是網上說得這麼簡單 那我就要做白老鼠 看看是不是真的 她所說得這麼簡單 如果OK的話 那我下次就會和我老婆一起走這條路線 就是寶福紀念館 那去到寶福紀念館呢 看到分岔路就想另外一條呢 就繼續走的 不過 我不知道我走這條路線 是不是大多數人走那條路線 我只不過是在那個app那裡 即是隨便找一條路線去走的 我不知道正統的 其實 走三路線沒有說正不正統的 你最重要是走到就可以了 你確實是經過一些重要的景點 我叫做肉景點 那我就覺得OK的 雖然這個寶福紀念館是與我無關 但是富山火葬場是與我無關 因為我們要穿過這條路線 穿過這個門口才能走到那條路線 剛才的app顯示可能有點問題 他說這裡是有條路在富山火葬場 通過你其實人家是難住的 那確實他有沒有說錯 這裡或者被人走到一條路出來 那我剛剛就鬼死這麼尷尬 有些職員又好像想看著我 所以呢 我後來不注意我爬了下來 如果不是我根本就 繼續不到這個行程 那現在看到那裡有個很大的斜坡草原 那裡我以前小時候都知道 這裡有一個草原 那裡就很多人 以前就很多人 放紙繞的 那我想現在都是放航拍機 那現在就是走這一條 這條樓梯就上去 剛才我所說的一個 斜坡的草地那裡 應該就是沒有錯的 在這裡一直上 剛才剛剛差點走錯路 好嗎 大家看到了 這裡是下城門水堂 我剛才沒說錯了 是很多人放的 不過現在是多人放 不是韓發機 是小型飛機 因為這裡是很凶狂的 最適合是玩這些 應該是滿意的 這裡是很漂亮的 我說回為什麼我小時候知道 是因為我就是住在那裡 我一搭升降機的時候 永遠都是看到這裡的 我覺得很漂亮 但以前小時候不知道這裡是怎樣來的 對 但現在知道了 我終於來到 現在我就想走近一點那個 湖面那裡看看行不行 我會很小心地走 因為這些是石來的 這樣應該 希望不會花那麼多時間 但我經常都是這樣 說就說 路程是兩個小時 有時候 又想到處逛逛一下 到處看看景色是否漂亮 我想 預算那三個小時就差不多了 可不可以下得到嗎 不過要小心 這些全部都是石來的 我想下面就會 蠻漂亮的 我眼見的景色也很漂亮 我決定改變策略 其實眼看以為很近 其實不是的 都很遠的 如果像我這樣的步速 慢慢走過去 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用多少時間 我還要計算相片回來 還是不好了 在這裡拍幾張相片好館 好了 現在拍了幾張相片 拍了一點點東西就上回去了 不然不太浪費時間 留在這裡 因為上回去了 都要用少時間 因為這些石頭 應該不是讓人走的 現在要加發腳步 因為剛剛那裡用了很多時間 去拍照 周圍看看東西 現在繼續 向這個方向繼續走 現在來到這條路 真的很隱蔽 所以不看清楚 很容易又繞錯路 在這個地盤 這樣繞 繞來這裡 有條小路上來 哇 這些地方真的要看清楚 現在隱蔑 都看到客城闖水塘 其實大 又不是 又不是說真的很大 但是 也挺漂亮的 因為 今天也沒有什麼人 走這些路 有一點給我感覺 有種荒蕪的感覺 有些好像世界每天要徒生 要生存的感覺 但我很喜歡這種感覺 現在走了一小時 其實將近一半路程 剛剛開頭要上斜那一點之外 到這裡基本上很平坦的 是很舒服的 因為你悶的話 你可以看看水塘 不過這些路 走的時候要小心 因為其實都是窄的 剛才有些人經過 都要小心一點慢慢走 這樣 我不知道老婆你覺得 適不適合你 我不便評論你這個 你看到影片的話 你自己衡量再臨分前告訴我 大家看到了 那條路 零零射射 有一個大石在這裡 這裡這麼窄 真的要小心 真的要小心走這些路 所以我 尤其是我在拍攝 我真的 我都不可以太過 專主拍攝 始終我自己一個人在這裡 只有我自己一個人 我都不可以 想想一下 我就覺得 我應該走這條路 不是我上網看那條路 因為我上網看那個Youtuber 他說 他開頭走那條路 他說沿著那個 很粗藍色的水管 但是呢 藍色的水管找不到 一條穿了的水管 我就看到 那應該就是 我不是走他那條路 有一點點失望 如果走他那條路 就更好 沒有錯 沒有錯 我沒有走錯 沒有走錯 因為我看到 那條藍色的水管 就是這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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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真是有多可見到這些景 這裡就是城門隧道 我開始明白為什麼 它的桌子叫什麼 雙城峽 雙城的意思就是 兩條城門隧道 峽的意思就是 城門河峽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邊 我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找這麼多資料 我向來都很少找 那這裡 這些可以 就是我們看到這些景 就是 不是經常看到 我覺得 無論你住城市郊區 你會不會走到這些位置 那裡拍照 那些 沒什麼可能 你平時真的不會 不會看到這些景 那我呢 我現在就先拍幾張照 然後繼續走 好 現在拍照 好開心 好興奮 好開心 都還未平衡 好開心 那現在繼續 繼續我的路線 繼續向前走 希望到下一個打卡位 我會更加興奮 我現在就在兩條城門隧道的中間 大家看看 我在他們的中間 好棒 好 好震撼 這個景象 令我真的很震撼 我小想不到 我有一天可以在 城隧的下面 好棒 還有 這裡 我曾經見過Youtuber 說 這裡 這裡是空心的 這裡 是空心的 不知道是否是芒草 好像是 因為我對植物沒有什麼研究 哇 這裡真的挺有氣勢 不是開玩笑 這個小型瀑布 別看它這麼小型 這裡 如果有下大雨 紅雨、黑雨 這裡 是變成一個大瀑布 很厲害的 你不要小看 不過 今天天氣好 不會下雨 老婆 你放心 我現在要走 來到這裡 其實差不多到尾聲了 我等一下就要爬上這條貓梯 就上回去 不過 還有東西 就是那裡 那裡 其實 有個很巨型的水管 那裡 那裡 就是一個很厲害的打卡 我看看如何過來 先 OK 那這裡 就是一個很大型的水管 現在說話也有美音 嗯 那 那 這裡 就是這裡 很高 那 我通常這裡的日子 在這裡 是拍照 很大 下 就是浪泉的一條 就是前幾 容易 因為 排行 就是這一條 拍照 我這裡拍的水渠 大概可以看到 是 都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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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拍照 先拍完照片 拍完照片 現在就真的要 爬貓梯上去 先關一關 現在就爬刀上來了 你不要以為這樣就完 因為 還有這條 這條斜路 這條 真棒 真的不能停 待會我都要 走上去 現在走了三分之一 還有三分之二 我老婆說 好走馬 你認為呢? 你可以看一下我後面 你可以看一下我後面 嘩 我好邪 這裡 不是公司的 不行,我想去 上去那裡要休息一下 我現在坐在這裡 但是呢,這個女人呢 神經病 他真的整個人滑下去 整個人滑下去 那個直升機都 很圓滿 沒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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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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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